一片一片口罩从生产线产出 台湾口罩产能不断增加 一天产能将近两千万片 再加上疫情逐渐缓和 指挥中心就宣布 六月一日口罩禁令正式解除 六星疫情指挥中心这里 我们就是每天固定 征用八百万片 如果在我们请停止征用的时候 那相对的国军 还有一些例假日的一些补助 可能会退场 那产能稍微往下降 那不过可以外销的量仍然是大的 目前业者可供内外销的产能 为每日七百万片 每个月上看两亿片左右 口罩价格除了征用部分 维持每一片五元以外 其余则由市场机制决定 而随着口罩开放自由销售 口罩原物料溶喷布支部 同样也解禁 政府征用的范围内 我们在溶喷布是稳价稳量 那超过了八百万片 那这个部分就厂商B2B的行为 他们要去跟融喷布的业者去谈 我们就维持这样的一个征用的水平 然后赶快让厂商去卡位国际市场 政府开放口罩内外销 也将一千两百万片 征用标准降低至八百万片 减少生产压力 协助业者进军国际杯 争取海外商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义豪林家伟 黄晏玲 叶云主 台湾台北报导 黄晏玲 叶云主